我过去住在美国 我过去住在美国的时候 常常遇到 每一道一个地方 有许许多多 华侨的朋友 当地美国的朋友 来问我 你为什么生活这么快乐 我被人问的次数太多了 我回答他们 修佛 修佛真的快乐 不快乐 我现在干什么 我的老师 借引我 就是用这个形象 用这个方法 把佛法介绍给我的 那个时候 我26岁 方栋梅先生 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这句话 我听得很中意 所以 我就特别留意 佛教 真的 佛教的教学 他的目的 是帮助一切众生 利苦得乐 可惜你不认真学 你要认真学 你一定得到 像佛 像菩萨 那样的快乐生活 幸福生活 要怎么学习呢 一定要随身佛陀的教诲 也就是说 要把经典里面的道理 参透 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 把经典里面的教诲 变成我们自己设计的生活行为 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要随顺自己的烦恼吸气 那你就错了 你学佛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法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 你一点都没有享受到 这叫真可贤 感谢观看